来了兄弟们,继续我们的Scan,每服里面购,今天的任务,偷家,你没听错,是偷,而不是猜,因为我们在这个服已经玩了有一段时间,所有玩家都已经进入了中后期阶段,现在大家的想法都一样,那就是铲除敌方势力,猜了他们的家,而现在这个服已经形成了群雄着陆现象,总共有五大派系存在,每一方的实力都是碾压我们的悬殊,我想搞他们的基地,难度尽, 那么他们的基地到底有多离谱,让我一个个的带你们参观介绍 一号基地,现在边境围墙上的家,这是一个六人小队的家,别问我怎么知道是六个人,因为我被他们捶过,这个家已经是五级建筑全面覆盖,而且我只敢站在这个位置让你们参观 再靠近一点的话,骨灰都要被炸没,前面全是地雷,关键这个基地的核心位置是在上面这一部分,总共四层楼,领楼是他们的狙击位,最让人肉麻的是他们的围墙,全是一根根的金刚柱拼凑成几排完整的围墙 这种墙面的搭建,我估计只有玩过的人才知道它是一种什么样的存在,这家我虽然有办法进去,但是出来可就比登天还难了 二号基地,跨海大桥,这是一个建在桥洞下面的家,五人小队,而且这个家的存在,导致这片海域已经没人敢走水路了,因为走水路过来的玩家都会被他们给拘,我就是被拘过的其中一个,这个家也是我踩点最多,每天来回观察几次的目标 因为我发现这个基地有很大的漏洞,一般玩家的建家选址是越隐蔽越好,而这个家基本是属于建在路面,你猜他们为什么这么胆大,我们待会重点介绍 三号基地,海边区域最大的一个家,这也是我最想进去的一个家,这个家我迄今为止都还不知道到底是几人小队 因为这个家离我的基地非常远,我根本没时间来踩点,但我在这个家抢过一台车,一直惦记着,而且这是个无敌家 因为真正核心的地方是在海底,所以这个家的挑战难度是五星级,如果我们准备不够充分的话,很有可能会直接破产 四号基地,这是一个非常隐蔽的家,一个建在隧道里的家,而且这个家可能巨匪,因为他们把家建在空军基地旁边,出门直达大型物质点 我估计他们还是每天蹲守这个物质点,我每次来这里,一件像样的东西都凑不到 而且这还是老对手建的家,三人小队,一人提把砍刀,不用我详细介绍你们也知道是谁了 上个版本我差点把他们打退服了,现在这个版本又被我买零炸了一次 他们对付可是恨之入国,估计也在到处找我们的基地 但这次我们想进他们家耗羊毛,可就没这么容易了 这个家建的基本没什么漏洞,隧道两头都被堵死 中间还有狙击尾,而且他们人数比我们还多,所以这个家暂时不急 五号基地,雪山教堂,四人小队,而且这四个人还是高碗 我跟他们打过一次,毫不夸张的说,我差点被他们打破惨 你别看他们家外部还是二级建筑,但里面可是花样百出 我进去过一次,跟完密室逃脱一样了,总共带你们参观了五个基地 这些都是我们的首要目标,但每一个难度都巨大 我们不及面临人数以及资源上的悬殊,还受到服务性规矩的限制 那就是禁止拆没人在线的基地,不代表不能拆没人在家的基地啊 所以今天的计划是偷家而不是拆家 因为这个游戏的硬核机制导致没有任何人可以做到在以少敌多的情况下 还可以把别人家给拆了 我们也正是因为同样受到福归的保护,以至于我们基地现在依然安全无恙 你看浪子还悠哉悠哉的种着菜 但他不知道,再过几天,我们的家可能就要面临灭顶之灾 至于什么原因我们下下下心再说 搞了几天了怎么还没说啊 我不知道呀,是不是因为在雪山的原因才涨得好慢呀 我多给他试点费 好嘞,言贵正转,偷家,偷谁的家,桥栋那个啊 我刚刚说了要重点介绍的 这个家我是反复裁点过 而且有漏洞,机会是最大的 但这个家难就难在家里时时刻刻有人 都是轮班职守 所以他们才敢这么明目张胆的建在桥栋下 而且想光顾他们家的不止我们 我看他后面爬了一个人过去 他一个人就想偷别人家吗 我这人死了,又开销了 他直接跳海了 他们家就像一个网红打卡点了 每天路过这里的人很多 都想一探究竟 但都没一个人藏到甜头 你看这又来了一台车 你刚刚跳海的那个人吗 应该不是吧 知道家里有人还敢去 可能是别的玩意 那我们可以趁他有人的时候摸上去 你想的美 哎,又打起来了 真的是个死角,打不动 跑了他 估计他就是想看一眼都还没摸着 风就被凑了一顿 你看这个家的风险贼大 但为什么我还要搞他 我都说了 反复踩点过 把他们家都摸透了 我现在就是在等一个时机 等他们出门 出来了 我看不见 太远了 车上有几个人呀 就一个 又出来一台 来卡 也是一个人 后面还有一个专门帮关门的 他们好肥呀 一人开一台车呀 又出来两个 骑摩托的 我觉得他们这是全体出动 我感觉他们要去炸家 刚刚总共出去了四个人 但还有一个没出来 不过别慌 他马上就要出来了 出来了吗 我跟你说他马上会出来的 你不相信 你看拎这个大包小包 这是要去进货的节奏啊 家都不熟了 你猜他要去哪里进货 他家门口就有一个废弃地方 他们每天都会在这个时间段 出门搞事情 另外四个人应该是 主团去远一点的物质点搜刮 手家的这个人就搞近一点的物质点 如果家里有情况 可以第一时间赶回去 但他没想到两个老六 已经摸透他们的行程了 我们的计划非常简单 就是等手家的这个人进地宝 只要确保他进去了 我才有机会跟时间去偷家 不然的话 我们就要面临二打五的局面 只要他发现我们了 肯定会马上摇人回来 所以这是我们唯一的机会 确认这位老表进地宝后 我立马换下装备准备干活 但为了确保万物一失 我要让姐蹲在地宝门口守着他 万一出家的时候 他听见动静了 还可以埋伏一波 而我需要做的就是一气呵成 直接炸开他家 但我们所有的爆炸物加起来 也炸不开这几面墙 这一根根的金刚柱 需要两包C4才炸得开一根 我总共才三个C4 所以走正门是不可能的 不过我之前说了 这个家有很大的漏洞 注意看哈 没想到吧 我也没想到 我是无意见发现的 我到达了这个位置 刚好只有一面墙 这极限操作 不仅可以帮我节省很多爆炸物 而且我还可以窥探到 他们家基地的内部结构 这极限操作 努力 哇哇 静时进来了 但还是不能掉以轻心 这家我没发现有地雷 但说不定鸡脚嘎的肠内有感应装置 所以我是一点点的挪 确认了没有陷阱才敢靠前 中间这个是三层三的建筑 上了密码所 再往后就是车库 不过我刚刚在桥下面看见了 最后的这一块区域有物资箱 门装的也是密码所 车装的也是密码所 整个家的门都装的是密码所 开密码所是需要时间的 我一个人在这里慌的一批 所以我把浪姐喊过来 帮我打掩护 死守着大门 然后我就开始撬锁 我选择的是先撬车 因为偷家一定要先偷看得见的东西 花了十来分钟好不容易打开了 结果毛都没有 没办法了 直接开炸吧 现在时间是最重要的 我选择先炸后面这个区域 因为里面有物资箱 火力全开 把身上的爆炸物基本都用完了 虽然炸开了 箱子也完好无损的在这里 但是嘛 我万万没想到 这两个箱子竟然没上锁 结果里面装的全是吃的 这下亏大了 但别急 先把车挪开 浪姐还剩下最后两发RPG 直接开他们家后门 我靠 这上面挂的有个人啊 这一步的出现 当时吓得我差点小脑萎缩了 这怎么挂这个人在上面啊 我们也不清楚这啥情况 但没空管这些了 炸开了后门 发现天花板上全是物资箱 但都上的是密码锁 现在哪有空开密码锁啊 地包里的那个人 马上就要出来了 九个物资箱 我们随即挑了四个 因为车只能抓得下四个 现在最重要的是要想办法出去了 我们爆炸物全部用完了 虽然收获了一台车四个物资箱 但不一定带得出去 如果回来的人发现家里少了一面墙 那基本是没戏了 为我们在这里静等佳音 等一个把我们开门的人 我连车门都提前打开了 只要他们没发现家里有人 门打开后立马冲出去 来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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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个人脚步是一个人 啊 快快快快你先出来 我先借几个走 哎呀你不要先锁了 赶快走了 等会儿他队友回来了 别慌 你搞得会儿好慌 你怕什么 他家里没有复活的床了 刚刚都炸掉了 你先上车 你先上车 我把我把包贴了行了吧 快快快 这一波头家我没想到这么容易啊 一切都是按照我们的计划顺利进行 这叫知己知彼 百战百胜啊 我本来想让那几连车带货先走 我继续蹲一波 他一直吹得我心慌 连这个老表的尸体我们最后都没填 直接开溜了 好